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这小节里面我们要介绍双向冲放电器的TS模糊控制 我们知道TS模糊控制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 它可以应用在所谓的绿能系统里面 在一个绿色能源系统 我们常常需要把我们比方说太阳能、风能这种绿能 透过冲放电器把它除能 因此冲放电器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小节里面我们来介绍如何利用TS模糊控制 来进行冲放电器的除能系统设计 这一节我们要介绍是双向的冲放电器 首先我们利用Buck转换器与Boost转换器互补的特性 设计了下面的双向冲放电器的电路 其中M1跟M2是两个IGBT的开关 而D1跟D2是我们的二极体 VDC是我们的直流电压侧 VB则是我们的电池侧 双向冲放电器操作在Buck模式 则它会从直流汇流排的380V降成电池端的100V 如果是操作在Boost模式则会从电池端的100V升压到直流汇流排的380V 以上是我们电器的规格 这个转换器功率是2KW 而我们的电感是2mini亨利 在直流汇流排的电容是560V法拉 在电池端的电容则是440V法拉 当双向转换器操作在降压模式下 开关M2永远截止 藉由调控开关M1的责任周期笔来调节输出电压以及电流 达到Buck转换器的功能如图所示 当M1导通时 对电感L基磁并对输出放电 经由科西赫夫电压定律以及科西赫夫电流定律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电路方程式 其中IL指的是电感电流 而VCB指的是电池端电容电压 经过整理后 我们可以将IL对时间的微分放到方程式的左手边 以及VCB对时间的微分放到方程式的左手边 当双向转换器操作在降压模式下 开关M2是永远截止 当M1截止时 电感电流经由二极体D2形成一个回路 对电感去磁并且对输出放电如图所示 经由科西赫夫电压定律以及科西赫夫电流定律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方程式 IL指的是电感电流 而VCB指的是电池端电容的电压 同样的经过整理后 我们可以将IL对时间的微分以及VCB对时间的微分 都放到方程式的左手边 若开关切换的周期是TS 开关导通所占的时间是D乘上TS 截止所占的时间就是E-D再乘上TS 这边的D指的是责任周期比 将1跟2整理并利用状态空间平均法 我们可以得到完整开关切换一周期的微分方程 其中D就是责任周期比 而-VD除上L就是二极体的偏压项 为了减少稳态误差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状态变数 这个新的状态变数就是R减掉Y的积分 其中R是指的目标电压 Y则是输出电压 增加新的状态变数以后 则原来的状态方程式被扩增成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其中XERR就是新的状态变数 而D则是责任周期比 我们的偏压项多了一个参考命令R 当双向转换器操作在升压模式下 开关M1永远截止 藉由调控开关M2的责任周期比 来调节输出的电压以及电流 达到Boost转换器的功能 当M2导通时 输入电压对电感L基磁如图所示 此时直流量端所需的能量由电容CDC所提供 当开关M2截止时 电感电流会经由二极体D1形成一个回路 使电感去磁并且对输出放电如图所示 若开关切换周期是TS 开关导通所占的时间就是D乘上TS 截止所占的时间则为1-D再乘上TS 这边的D就是责任周期比 所以将1跟2利用状态空间平均法 并且增加我们新的状态误差变数 我们可以得到完整一周期的微分方程 如下所示 其中XERR就是新的状态变数 而D就是责任周期比 而最后一项就是二极体 以及参考命令所形成的偏压项 因此双向充放电器的动态方程式 可以写成如下的通式 在Bug模式下 A矩阵是一个3乘3的矩阵 而B向量是一个3乘1的向量 C向量则是1乘3 D等于0 R是我们的偏压项 这边我们特别注意到 在B向量里面有一个IL 是一个非线性的向 在Boost模式时 A矩阵是3乘3的矩阵 B则为3乘1的向量 C是1乘3的向量 D是纯量 Rho则为3乘1的偏压项 其中我们特别注意到 在B向量里面 有IL以及VCDC 两个非线性向 因此我们针对非线性向IL 表示成模糊集合 模糊集合里面 M11代表大电流的归属函数 M21代表小电流的归属函数 由于IL的平均电流是20A左右 因此我们定义IL的范围是介于0到30之间 所以根据IL的最大值最小值 我们可以求得M11的归属函数是 30分之1乘上IL 而M21的归属函数 会等于1减掉30分之1乘上IL 所以我们可以建立在Bug模式下的模糊规则 若Q1是MI1 则X维分会等于AIX加BIU加EIV I是等于1到2 其中Q1就是我们的非线性向 也就是前见部 而MI1则是DI个模糊规属函数 因此在Bug模式下的控制规则是 若Q1是MI1 则U会等于-FI乘上X I是等于1或者是2 其中FI是我们要求的控制增益 双向充方电器操作在Bug模式下 B回路TS模糊控制系统会表示成 X的维分会等于SIGMAI等于1到2 SIGMAJ等于1到2 HI乘上HJ 再乘上AI-BIFJ乘上X 再加上EI乘上V of T 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到 这边我们多了一项 也就是二极体偏压 还有参考命令所形成的外部干扰项 在8个模式下 A1以及A2都是3x3的矩阵 B1与B2则为3x1的向量 由于双向转换器操作在BOOST模式下 B向量里面有另外一个非线性向VCDC 也就是直流侧电容的电压 因此这边我们也要将其予以模糊化 模糊化的过程中 我们会用两个模糊归属函数来代表VCDC 由于直流汇流排的电压大约是380伏 因此VCDC我们设定是0到760伏 根据VCDC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我们可以解得 模糊归属函数M12会等于760分之1乘上VCDC 而模糊归属函数M22会等于1-760分之1乘上VCDC 双向转换器操作在BOOST模式下 TS模糊模型的模糊规则是 若Q1是MP1,Q2是MP2 则X的维分会等于AIX加BIU加上EIV I是等于1,2,3,4 也就是模糊规则数是4 其中Q1,Q2是两个前件部 也就是分别是IL以及VCDC 而MP1,MP2则是所对应的归属函数 因此根据平行分布补偿的原理 当双向转换器操作在BOOST模式下 它的控制规则就是 若Q1是MP1,Q2是MP2 则U会等于-FI乘上X I是等于1,2,3,4 也就是模糊规则数是4 而FI就是我们要求的控制增益 所以双向转换器操作在BOOST模式下 B回录TS模糊控制系统可以表示成 X的维分会等于SIGMAI等于1到4 SIGMAJ等于1到4 HI乘上HJ乘上AI-BI FJ乘上X 再加上EI乘上V 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到我们这边多了一个 所谓的二集体以及参考命令所形成的偏压项 因此在BOOST模式下 4个子系统的A矩阵分别是3x3的矩阵 而在BOOST模式下 4个子系统的B向量均为3x1的向量 前面有提到双向转换器 不管操作在Bug模式或者是BOOST模式下 动态方程式里面都有一个因为二集体偏压 以及参考命令所形成的偏压项 为了将这个Failing的偏压项给移走 通常的做法是进行坐标转换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平衡点为参考点 接着再利用坐标平移的方式 就可以将这个Failing的偏压项给移走 接着我们就可以应用LMI的稳定条件 来求得我们要的控制增益 以及确保系统稳定的P矩阵 因此根据七之一节 对于一个连续的TS模糊控制系统 它的LMI稳定条件就是找出X大于0 而且MI满足 这两个不等式 我们就可以求得我们的控制增益 以及确保系统稳定的P矩阵 利用平衡点进行坐标平移 以移走这个废线性向的做法 通常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必须操作在平衡点的附近 限制了双向转换器操作的范围 而另外一种做法是利用H-Infinity的性能指标 来抑制拼压向对系统的影响 所谓的H-Infinity性能指标指的是 若干扰V of t不等于0的情况之下 输出讯号的2n除上干扰讯号的2n 的最小上界要小于等于γ 而γ就是H-Infinity的性能指标 如果γ越小代表输出越不容易受到干扰的影响 因此抑制的能力会越好 而满足H-Infinity性能的LMI稳定条件 如下面的不等式 有新剧同学可以参考智慧型控制书本里面的第七章 有详细的推导与证明 利用平衡点进行坐标平移 去除非0的偏压向后 再带入LMI基本稳定条件 可求得转换器操作在Buck模式下控制增益 如下所示 而批矩阵的特征值如下所示 都大于0代表系统是稳定的 同样的做法可求得转换器操作在Boost模式下 控制增益如下所示 而批矩阵的特征值可求得如下所示 都大于0代表系统是稳定的 最后进行电脑模拟 可发现在Buck模式下电池的电压可达到目标值100伏 在Boost模式下直流汇流排的电压可达到目标值380伏 在这一小节里面我们介绍了一个双向充放电器的电路 我们了解了这个电路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以及它的控制的原理 接着我们再介绍如何利用TS模糊控制系统 来进行双向充放电器的控制 最后我们透过MainLab软体 来进行双向充放电器的模拟响应 透过这个响应我们可以了解到 利用TS模糊控制 我们可以达到充放电器的稳定 而且我们的性能是非常的卓越 以上就是这一小节的摘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